這裏很好,作為PR,其實在這裏學英文是不需要錢的 Hello,大家好,又是我Joe,今次想跟大家分享溫哥華的一個很好的機構組織 也想跟大家介紹和分享 這個組織叫中橋護助會,英文是successs 其實如果是回來的回流人士或者移民的朋友 都可以首先參考他們的網址 我們要把網址放在影片中 它是www.success.bc.ca 其實也算是挺好運的 譬如說我們移民加拿大這邊的選擇 因為這個中橋護助會 其實它在很多方面 都是幫一些新移民去融入這邊的文化 各方面都會有些資訊和訊息 剛才我所說的網頁 其實大家都可以進入網頁參考一下 它有幾大範疇 譬如在網頁也有寫的 它有一些關於移民安頓的資訊 一些房屋服務 一些就業服務 社區服務 護理服務和語言服務 一些基本範疇 所以這一個是在回來之前 或者已經過來的朋友 都可以去他們這裡 開始去找一些資料 可能有些朋友 需要英語方面的幫助 或者我要上課 我也可以分享少少 因為我都幫了我太太去做這件事 來到這裡始終是英語為主 跟香港不同 始終都想將英文的水平 繼續去提升 方便日後生活 或者工作 這裡很好 因為作為PR的話 其實在這裡去學英文 是不需要錢的 據我的理解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 由這個中橋護助會 這個媒介開始 當時就約見了這裡其中一個 應該叫做安頓新的 移民家庭的一個顧問 一個counselor 正確的 她的名字是什麼 我不太記得了 但她聽到我太太的情況之後 她幫我們安排了一個語文的測試 即是放學太太 就是考英文 基本上有聽寫讀港 在Vancouver那邊考 因為她的英文測試 其實她是有幾個中間 最近 譬如我們現在住在Richmond 最近我們那裡就是在Vancouver East 那邊 Sury那邊都有 但Sury相對來說比較遠 就是做一個測試 就決定到 是去到那個level去到哪裏 而 大前提就是 要Permanent resident 要有PR的卡 才可以有這個 可以選擇做這件事 當知道了那個程度之後 其實我們都去到中橋 或者其他的語言機構都可以去上課 因為這些都是加拿大政府有資助的 所以有這個身份的朋友 其實就不需要付錢的 在我們的Case 我們回去中橋 也是在Richmond那邊方便一點 排期 就等待待記錄 因為那班暫時滿 可能要遲一兩個月才會有通知 通知之後就可以上課 就是這樣簡單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 是可以跟大家推介 中橋互助會,他除了這件事之外 他亦有舉辦很多不同的項目,給一些新的移民 例如如何申請入籍成為加拿大公民 汽車保險的最新消息 不同的題目都會有講座 當然也要報名,給一些新的移民或回流的朋友 多很多資訊關於現在加拿大的情況 今集想和大家分享這件事,下次再見 走之前,亦希望可以在Like我們的影片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